立委肖美琴她轮廓很深 从小就被误认是外国人 但其实她是个混血儿 妈妈来自美国 不过因为嫁给肖美琴的爸爸 曾经在台湾住了18年 台语讲得超流利 日前苏文昌访美 肖爸爸肖妈妈也在乔宴上现身 谈起的女儿肖妈妈说 他们很难得能够见面 都是靠email联络 而肖美琴心里头写的都是猫 肖美琴的妈妈妈 纽约桥宴上亲眼见到 肖爸爸和肖妈妈的鲁山真面目 苏贞昌好惊讶 因为两人很低调 过去连肖美琴选举时 都鲜少露面 常年在纽泽西定居 加上女儿从政忙碌 一家人要团聚都很困难 只有一个人很难 他回来都是嫁妇 这样就知道 他大人 所以他知道要做的事 那是他的正心 没关系 那是他要做的事 丽婷女儿肖妈妈一开口 常让人惊叹 虽然是美国人 却能讲出流利的台语 因为嫁给台湾牧师 她曾在台湾生活18年 轮廓深邃的肖美琴 看母亲长得特别像 母女分隔两地 维系感情全靠email 她都说她的 娘子的事 娘子的伴兵 她就跟我说 爱猫的肖美琴 连母女悄悄话 话题聊的都是猫 肖爸爸还加码爆料 肖美琴从小就是 校园里的风鸣人物 他在学校就要跟人家 竞争什么 什么 所以他对这就有趣味 来美国特高中的时期 也是很外当的 像说那六十的时期 他就去那点 站在学校的头前 去本的团团 似乎注定要走上政治舞台 不过政治人物感情生活 太受关注 也曾经让肖美琴很受伤 对女儿的归宿肖爸爸淡淡一句 自己决定是尊重 更是无限支持 民事新闻 蔡北华 张正祥 美国纽约报道 也订阅